说实话自从有了三个儿子后 季星把她的爱都封给了孩子们 季星的眼神里都是对孩子们的爱意 寒亭突然就想起来 季星已经好久好久没有那种 看向她的时候都蛮是爱意的眼神了 季星看了一眼她 人就很奇怪 记得刚结婚那时候 季星总是喜欢360度无死角的看寒亭 尤其是喜欢盯着看寒亭换衣服 那时候的季星 总是有把寒亭盯出一个窟窿的嫌疑 寒亭可真怀念那个时候吧 可如今 虽然季星有时候看向她的眼神依旧炙热 可是终究是没有当时那种 独一份的甜蜜的丁夫了 现在季星的视线依然在孩子们身上 而且作为孩子们的亲爹 平心而论 她对三个孩子的爱 也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 所以 这是对于中年夫妻来说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而且 寒亭记得很清楚 当初可是她心心念念想要生孩子的 时间过得 可真快啊 寒亭万悠悠喝了一口果汁 是啊 转眼我们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微风吹过 季星的一缕头发有些乱 寒亭给她整理了一下 明年 我们在出国旅游就不带孩子 为什么还专门强调不带孩子 季星挑眉 不为什么 就是觉得有孩子 你的注意力都在孩子身上 你都不在意我 我怎么觉得你这话有点酸呢 你喝的是果汁又不是醋 寄星民嘴偷笑 都说男人不管多少岁都有些像孩子 果然 在寒亭这样的霸总身上也不能幸免 你想让我怎么在意你 寄星笑嘻嘻地看着他 就像之前一样了 寒亭脱口而出 寒亭本来还想说 满心满眼都是他的那种 但又觉得这话相当矫情 那你说说看 我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了 寄星是个很听劝的人 尤其是 之前寒亭就一直是他生命中的标杆人物 所以寒亭的话 他从来都愿意好好听 并且付诸于行动 没事 我家夫人做得已经很好了 我也就是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可真好啊 寒亭当然不能再对寄星有太多的苛求 因为寒亭觉得 娶到寄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自从娶了寄星之后 寒亭的心里既有了软肋也有了铠甲 他不但得到了爱情 更是在这些年来因为后方稳定有了很多新成就 寒亭觉得 这些都是寄星给他的 而且 只能是寄星 有孩子之后 女人无形中付出的本就会很多 寄星已经做到他能做到的最好了 星星 谢谢你 让我可以拥有这样美好的婚姻 在我心中 你一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妻子 寄星看向他 于是 寒亭再次看见了寄星那种满心满眼都是他的模样 原来 他的寄星一直都在 打电话